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几天很多人问我 新冠奥米克隆的感染 出现严重的喉咙疼痛的情况 该如何改善 这个情况在奥米克隆 就是BA1 BA2 BA4 BA5的时候 都经常出现 这个基本上占了 总体的新冠感染的 40%左右的人群 在欧美国家 一般是用那些比较轻的 麻药 对喉咙进行处理 可惜这种东西在国内 比较难以弄到 那么现在告诉大家四个方法 可能有帮助大家 改善喉咙的疼痛 第一种方法就是 饮用一些比较凉的东西 比如说冰淇淋啊 诸如此类的 如果说没有的话 家里的冰块含在嘴里面 也是可以的 这个只是非常短暂的 让喉咙感到由于冷 麻木一下 不建议给六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因为有可能会噎倒 第二种方法就是买外面的一些喉糖 特别是有薄荷的之类的喉糖 这个呢 也可以对喉咙造成清凉的作用 里面有中药成分 也是可以的 没有多大问题 第三种就是吃药 对乙线氨基粉和布洛芬这两种药 虽然现在是非常珍贵 大家都用来退烧 其实它们也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止痛的药 所以说这两种药也可以用于喉咙的疼痛 第四种 也就是我们经常常用的 用盐水漱口的方法 有些研究报告显示 盐水漱口可以缩短喉咙疼痛的时间 一天以上 它最主要的原理就是让喉咙的肿胀部 瘟肿 可以大大的改善喉咙疼痛 那么盐水的比例 就是每240毫升的水加家里的普通食盐 1.5克 重复一遍 是240毫升的水里面加1.5克的食用盐 然后漱口吐掉 每三个小时一次 往往在24小时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希望这个建议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下几种方法是不适合使用的 也对喉咙疼痛没有什么帮助 第一种方法就是喝酒 有些人说酒可以消灭喉咙里面的病毒 而是喉咙不疼 其实不懒 这个喉咙里面疼痛 是病毒已经进入到人体的粘膜细胞里面 所以酒精根本就无法杀灭那里面的病毒 第二种用抗生素 这次是病毒感染 并不是细菌感染 抗生素也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这两种方法希望大家不要使用 好了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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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